平頭男子遭人群包圍壓制在地 因為他在路口持刀隨機傷人 熱情民眾稱手救援 到場遠景趕緊將他反手上考 新北市謝紙區公有市場旁 17號凌晨4點金船隨機傷害案 驚動街坊鄰居 然後4點都聽到很吵 然後我就窗戶打開來看 然後我就聽到一個女生 在此喊救命救命 案發現場沿路血跡斑斑 地上25公分長的胸刀 漫視血字痕跡 35歲的劉姓夫妻住家附近散步 卻意外遭到男子埋伏持刀攻擊 丈夫趕緊出手擋刀抵抗 丈夫遭砍後女子大喊救命 沿路跑到了大馬路上的便利超商 尋求救援 民眾聽見趕緊將砍人男子制服在地 嫌犯沿路尾隨持刀攻擊 受害的劉姓丈夫左右手留下3到5公分刀傷 下巴也出現1公分的傷痕 沿路見血求救 根據了解 從事金融業的丈夫跟嫌犯兩人之間並不認識 居然在路上無辜哀刀 疑似他其實在吸持這個強硬交之後 導致這個精神狀況不穩定 來誤認這個劉男士仇家來攻擊這個被害人 第一時間遲刀嫌犯情緒失控送往醫院治療觀察 但在地方上早就已經是附近鄰居眼中的頭痛人物 如今又失控傷人 也讓街坊鄰居繃盡神經 記者許志明梅凱庭 新北市採訪報導